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 当时机到来时 查尔斯王子应该让位给他的儿子威廉王子 但皇室专家里查德菲茨·威廉姆斯 将这一结论视之为纯粹的恶作剧 并借此机会强调英国的世袭君主制 BMG今天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46%的受访者认为 王位应该直接传给威廉 几乎是认为查尔斯应该继任了人数的两倍 这项由独立报委托开展的民调显示 仅有1%的人20% 认为他的妻子康乌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应该对授予王后的头衔 查尔斯是英国在任时间最长的继承人 自从他的祖父乔治六世 于1952年却是 当时查尔斯只有三岁以来 他就成为了继承人 这意味着他已经等了67年 现年70岁的查尔斯毫不掩饰 自己想在92岁高龄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之后成为英国国王的愿望 他去年曾公开表示 如果自己如愿以成 他的做法将减轻外界对他的担忧多年来 查尔斯一直在谈论政治和环境问题 这增加了他与政界人士发生尴尬冲突的可能性 但在去年BBC播放的纪念他70岁生日的纪录片中 他表示说他在成为国王后会干预政治的说法 是无稽之谈 他确认自己被女王指定为继承人 英联邦元首的行为 也表明他想成为英国君主的愿望 在接受调查的1500人中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 70岁的查尔斯应该退位 而不认为他应该成为国王 总共有27%的受访者表示 大力支持直接将王位传给威廉 另有19%的人称 他们将支持这样的计划相反 只有13%的人强烈反对 另有11%的人反对略低于1%29%的人 没有做出选择 让查尔斯退位的想法 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特别流行 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强烈支持相反卡米拉 似乎不太受老年人的欢迎 有62%的65岁及以上的人 不愿被授予他王后的称号调查 还显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皇室应当自筹资金 而不是依靠公共资金 还有38%的人认为 他们应该得到纳税人的资金 但35%的人认为 他们应该自己出资仅有12%的人 认为所有王室成员 不管他们是否是王位继承人 都应该从纳税人的钱中受益 这项在线调查 在12月4日至7日期间 对1508位英国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曾任国际名人名度编辑的菲特·威廉姆斯 对调查结果并不满意 他说 我们实行的 是世袭君主制 所以继承是固定的 不会跳过一代人 他显然不受民意调查的影响 这项调查纯粹是恶作剧 对此负责的人和公布调查结果的人都非常清楚 上个月皇室作家罗伯特·琼森在讲话中说 女王永远不会让魏给他的儿子 尽管他将一些王室职责移交给了儿子 为查尔斯邪而过传记的乔布森先生表示 自从丘吉尔时代以来 女王就在那儿 所以我认为 每个人都意识到 他已经做得很把了 他不会退位 但是 他会把责任移交给魏尔时王子 来自承责任瑾 未经许其识